香港天氣持續浩熱 在馬灣上空更加不斷反射出太陽強光 以及震震美食的香味 沒錯, 我說的是首次從日本引入的太陽爐 以純太陽能煮食 為香港人煮出更多的綠色新菜式 現在你和你的小朋友都有機會參加 全新的攀任節目《綠色新主義》 和升級廚神Kennis和其他大小朋友 一起嘗嘗太陽能煮食 參加隊伍由最少一個大人 以及一個四至十歲的小朋友組成 每組會以太陽爐煮出 由Kennis編寫的菜式 再由Kennis以色香味選出勝出的隊伍 這麼好的親子機會 你又怎麼可以錯過呢? 還有機會贏取豐富的獎品 詳情請瀏覽以下的網址吧 十多年前的澳門 澳門生活步足緩慢 環境寧靜悠閒 只是香港人少到周末的後花園 但是經過一段不算短日子的改變 今天的澳門已經變成五光十色 霓虹燈下閃靂不停的地方 一動一靜 一生一舊 完全突顯澳門的文化 建築、歷史和香港截然不同 中西相遇、新舊融合 穿索在澳門就有一種很油然自得的感覺 世味豪江 一年多集我們會和你一起去世味 一下蒲人所留下的足色生活和人情味 無線收費電視五十三頻道 道通天地 大自然是美麗、寧靜和和諧的 當產泥基出現在原本綠色的土地上 和諧被破壞 生態亦開始失衡 城市發展 是否一個藉口讓我們對大自然任意妄為 無線收費電視五十三頻道道通天地 探測香港大自然中 一塊又一塊 就是《消失的樂土》 提起中國文化 年輕一輩可能會冠以老土這個形容詞 但當這些文化的傳統道德思想 漸漸退色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又會變成怎樣呢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你覺不覺有一個現象 就是現在你坐車的時候 法國讓座的人讓給老人家 通常已經有一定年紀的人 就是讓座給老人家 反而小朋友就比較少 無線收費電視五十三頻道 道通天地 談天雪道 一連三集會有民政事務局 許竅輝副局長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中國傳統思想 如何幫助你達至今日的成功 很多人會覺得老子的思想是教人權謀之術 例如為無為而無不為 很多人會誤解 老子表面上是叫人甚麼都不做 暗地裡就甚麼都去做 其實老子真正的意思是 只要順其自然 那就沒事是做不好的 非常道 無線收費電視五十三頻道 道通天地 這是甚麼東西 這是櫃圈 是否搖的零 他們在做甚麼呢 拜神的時候 有否想過為何要上三支香 而上香一般只需要一支 又或者三支就可以了 因為一和三都屬於楊素 不說你不知 無線收費電視五十三頻道 告訴你 有關道教禮儀的大小事 我享受煮食的過程 我覺得它是一種從無到有的藝術 不同的調味料、不同的材料 做出不同的味道 其實人生都是這樣 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 不斷的變化 帶來我們不同的驚喜 令生活更精彩 能夠接受變化 生活就可以更自在 有關道教 一個中國固有的宗教 中國文號 魯迅曾經說過 中國根底存在道教 無線收費電視五十三頻道 道通天地 展現中華文化 發揚道教思想 事實上 企業 更精彩 也是 因為